台北市丹安區民俗委員會 贊不贊 贊 台北市丹安區民俗委員會 關懷既視精神 對社會公益 弱勢救助 文化涵養方面貢獻良多 獲得台北市民政局頒發獎項表揚 除此之外 還有許多宗教團體 民俗委員會 個人獲得獎項 非常高興 今天由蔣萬安市長以及陳勇德局長 親自來頒發 感到最欣慰的就是我們大安區民俗會 所有的委員 大家非常的熱心 出錢出力 在今天的這個場面 我們大家都看到了 總共有71位民俗委員得獎 我們大安區就22位得獎 這表示我們大安區民俗委員 所有的委員都非常的熱心 我們也感到非常的榮幸及驕傲 有例行性的 比方說每年的春節 輝豪 愛心監選 我們都跟區公社聯合來舉辦 舉辦的包括這個獎學金 我們大家都出錢出力 頒發獎學金 給我們大安區一些比較用功 讀書的包括高中大學研究所 我們都有頒發獎學金 以及我們每年也固定三個鄉鎮 去全省各鄉鎮 辦理這個 把我們大安區的 富而好禮 熱善好思 大愛精神 散播到全省各地 我們去年 昨天前天 我們才到了宜蘭的南澳鄉 宜蘭的宜蘭市公所 宜蘭的原山鄉 去把買了一些米 一些這個衛生紙 一些罐頭 一些毯子 一些尿布 捐給當地的弱勢族權 我們地方上 熱心公益的各宗教團體 以及秘書委員會 一直以來扮演安定社會 以及安定人心的重要角色 其實 我想在上個星期 我特別帶到台灣省神皇廟 也參加了一年一度 中原普渡的祈福祭典 也藉這個機會 希望祈求台北市一切平安順利 也希望 能夠盡快地協助在這一次基態大直 發生事故的受災民眾 做好相關的安置 空虛的處理 能夠圓滿 其實在來之前 我也特別看了一下 在今天 總共有41家基歐宗教團體 有11個我們民俗委員會獲獎 同時有71位民俗委員 還有4位令人非常感動的孝親楷模 今天都會接受表揚 其實從之前到111年 我們台北市各宮廟宗教團體的捐贈金額 累積總共有10億8千萬 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 代表的是我們各個宮廟宗教團體 所有的時事人員 還有信眾大德 大家對於台北市的一份愛心 而這份愛心能夠透過每一次 不管是捐贈救護車 消防車 或者是富康巴士 或舉辦獎學金的班證 這份愛心能夠散播到台北市的每一個角落 能夠讓真正需要的民眾 孩子得到這一份愛心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一舉 台北市的民俗委員會 其實一直以來扮演很關鍵的角色 包括每一年春節到第一線慰問辛苦執行的警銷人員 還有獎學金能夠對台北市許多家庭經濟困難 學校即刻幫助的這些孩子 能夠給予他在學校或是營養午餐上面 無後顧之憂 同時今天我們有四位孝親擺摩 值得注意的是孝行模範獎 彰顯親情的關懷與孝心 李金龍先生靜心照料患有中風 失智且不良於行的母親 與雲瑞同學則是不用媽媽講 自己主動陪伴外公外婆工作 且打理生活瑣事 媽媽開玩笑說比自己還有孝心 主要是他自己蠻會想的 對 都不用我怎麼跟他講 他自己覺得說這樣做是對的 他就會去做 我爸因為他在做資源回收嘛 所以他下課 他第一時間就是會先幫忙做資源回收 然後我媽媽他的腳不太方便嘛 然後只要有就是出去買個東西 他就是會主動去倉扶他這樣子 我覺得他比我還優秀 因為我覺得他比我還孝順 對 雲瑞同學為了要減輕爸爸媽媽工作上面的壓力和負擔 而且希望能夠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外公外婆 他搬去和外公外婆住 照顧外公外婆的生活 所以這份孝心令人感動 為了向這些團體及個人表達感謝 市長蔣萬安與民政局長陳永德也親自頒獎 希望透過公開表揚讓獲獎人把心中的力量繼續發揚光大 也感染社會氛圍 值得大眾學習起精神 記者問郡張啟騰 台北報導